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X让我怎么一正言辞的可老 连结婚都没有人要我了好吧 无奈之下我只能出来租房子 然后就遇到了现在的室友 之前在大学的同学 这就很尴尬了 我突然想起来 在大学的时候 我和基友康海老师 给老师准备生日礼物 结果先把自己的手黏在了一起 被他误会成gay 水泼在了他身上 恰好他那天没有穿内衣 被他抓到了宿舍看片 等等等等等等 一想到这些 我对未来的同居生活 就产生了深深的绝望 但是没有办法 我太穷了 古语有云 达则经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为了房租 我还是和他同居了 同居之后呢 这日子还是不错的 和美女同居 总比和大老爷们 起在一起舒服得多 偶尔还有点小福利 比如这种 这种 还有这种 日常生活也蛮不错的 一起坐在沙发上聊聊天 看着流行许故院 喝喝小酒 开开玩笑 玩玩游戏 不不不不 没有游戏 总之日子过得还算蛮惬意的 当然 如果没有他那个讨厌的闺蜜 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毕竟没有人会把我脑袋上泼水 也没有人会把我的衣服 和染色的红裤子一洗洗 更没有人在办公室和我 争风吃醋 说到这儿啊 就要聊聊我的工作了 本来我的工作是好好的 可是我骤然失忆 经室友引荐 我去了朋友的公司 万万没想到 室友的闺蜜居然也在这个公司上班 真是仇人见面分外也红啊 因为室友很喜欢公司的一个白毛同事 这反而让我和室友的闺蜜 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之中 毕竟闺蜜喜欢室友嘛 自古合租下限 离一对百合一对鸡 没错 说的就是我们 我真应该把这句话表起来挂在我家门口 就这样 我顺利的进入了公司 室友喜欢白毛 那我得给他创造机会啊 毕竟像我这样的中国好室友已经不多见了 你要相信合租的时候 你巴扯和你的室友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了 因为你们之间实在是太熟了 关于如何给他创造机会 这件事可以展开来说说 那次我约着大家一起去海边玩 玩啥我就不说了 反正没赢过 太羞耻了 总之在海边经过一番玩闹之后 大家就各自休息 这个时候我当然要搞点事了 果不其人 白毛和室友并排坐在沙滩上 同时我还发现了 和我一起来偷窥的室友的闺蜜 我告诉你 我当时就这个表情 偷听了半天之后 我发现越来越冷 两个人却在一直动那汽车 靠哟 动死八王好吗 能不能快点说重点啊 当然 等到最后我还是没有等到重点在哪 后来大家都回去了 在早上的时候 我把室友叫了出来 一起看了日出 昨天动的我 就记着这么点事 这个时候来看日出 总比在公司楼顶上看要好吧 我不知道室友的脑回路是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痛哭流涕地说我很浪漫吗 为什么再一点是我偷听了他们说话 好吧 我确实偷听了 我们的同居生活还有很多细节 但是时间原因不能一一细说 在知乎围观了很多打友的回答 感觉还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愿小手冰凉的你们都能被世界 温柔相待咯 以上 如果想关注我后续的同居内容呢 欢迎搜索微博 正月月色黄泉 我是爱你们的小狗 咱们下期再见